那他就会得到利益 第二个问题 在中元节我也会梦到大蟒蛇很多 而且狼跟狗会咬我 在早上八点钟 我也梦到有些人 我不认识的五六个排成一排 突然要来害我 请问这个这样是不是很倒霉呢 我是不是要诵经回向给他呢 麻烦你解答 好了 我又开始要讲梦了 请看 师父不但讲经 还要帮人家补梦 还要脱梦 还要解梦 现在发书很坏做的 好 我尽量用佛法的角度来 请看 我特别准备了 依中国有一本书叫 《经律异象》 音乐异象就有点像 词典百科全书 中国高僧编的 里面说梦有四种 第一个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请注意听 你可以看幻灯片 你可以抄 慢慢来 师父会给你时间 第一个就是白天 比方说你看一朵花 对不起 这插花脸有一定不太喜欢师父的 每天乱把话 你看到一个横花 看这里 然后你看你很专注 你很喜欢 因为你喜欢染灼了 所以晚上你做梦 哎呀 我今天到一个红色的宫殿里住 好美好美 其实那叫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是假的 颜色 比如说你想到黄色 然后你的梦中就有很多很多的颜色 这是假的 第二个叫四大不条而产生的梦 我们四大不条有地水火风 我曾经碰过一个联友跟我讲 师父 我告诉你 我做了一个梦 我们台湾将来会爆炸 你知道吗 火山爆发 我得赶快去告诉总统 我说你打开去 那是你心中火气很大 知道吗 你身体里面在禅修的时候 有气动 英文叫做movement of energy 地水火风它会变化 有时候你在镜座 你会看到前面像一个火山爆发 在禅经里讲 不是外面有火山 是你身体火气很大 应该吃新加坡的凉茶 以及去针灸或吃中药 那调整以后它火气就会降 第二个有时候你做梦的时候 会发觉整个世界都变成冰冷的冰河时代 那是你的水大 地水火风它会产生变化 也会产生梦境 所以第二个四大不条所产生的梦 这个也是假的 第三个是过去与现在的恶业与恶习所产生的梦 比方说很多人都会说 师父我梦见蛇来咬我 狗来咬我 那至于我知道的中国周公姐梦里面 蛇咬你的话你要小心 你会有灾难 我出家二十年到现在我也曾经梦过一次蛇 被人家咬那天我就差点发生车祸 所以要很小心代表你的恶业 梦到蛇没有关系 如果被他咬的话 那你要小心那天会有灾难 梦到狼跟狗也是这样 所以那是表示你过去的恶业跟恶习 这个是真的 所谓真的是说它是因为因缘果 符合因缘果的道理 所以它会产生力量 那你要精进的忏悔 去念佛 诵经 或点灯 或做功德 点灯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在佛前点灯 在寺庙点也可以 在家里有佛像的地方就点 那你要非常的精进 就是自己身口语言 身口语语言应该谨慎 尽量不要跟人家发生冲突 或发生误会 有些人晚上做梦梦到棺材 死人 或被人家追杀 其实那都是恶业 不过在中国周公解梦里面 假如你梦到棺材 告诉你好消息 你真的会发财 不过还是要认真工作 再看第四类 过去与现在的善根与善业 所产生的梦 比方说你开始诵经的时候 一般的联友 一般而说 大概都是噩梦多 游民届众生 然后就继续修 然后呢 恶业参除的时候 它就会进入第二个阶段 叫善梦 善梦会梦到什么呢 梦到太阳 月亮 莲花 佛像 出家人 或是呢 梦到自己参加法会 或灌顶 很好 这是善根发露 这是善心 不过也不要执着 然后接下来继续用功 就会到第三个阶段 既没有善 也没有恶 就是清静的梦 所以中国的古人 圣人讲 圣人是无梦的 为什么圣人无梦呢 因为他没有妄念 所以当你心很清静的时候 事实上你是没有梦的 不过现在一般的人梦呢 你是梦太多了 一睡觉就变成 猪啊 做了很多梦 其实你也忘光了 所以第三类 善根发露的话 它是真实的 所以你也不要太在意 师父请问 每次讲经前 你都有静坐观想 只要选一个练习 或每个都这样练习 答案是选一个练习就好 每一个都有它的功能 你自己可以不同的 你觉得喜欢观莲花 你就观莲花 你觉得观阿弥陀佛 光中化佛 我每一间白号像 你可以得定 都可以 这些都可以 它并没有连续次第 所以一定要照哪个修 但是我在教的时候 是有最浅的 然后一直越教越复杂 越教越复杂 提醒大家 下一次来讲座的时候 请你每天都要带念珠 108颗 我正式会教你 禅观跟念佛怎么结合 甚至我会敲影庆 我们一起念佛 下一个问题 师父如果在家做功课 不诵经 只见阿弥陀佛 108遍 可以吗 可以啊 108遍 太少了吧 1080遍 二 师父当我们播放 师父唱的六字大名咒的时候 弟子会感动有脸泪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没有因为我唱得很好 对啊 我在录音室录的 我还加上观想 其实很多连友都会问 师父我诵经或念佛的时候 都会流眼泪 其实这叫善根发露 就是你的心被震动了一下 但是呢 第二天你不要去常常抓 我今天为什么没有哭呢 哭太久会变悲魔 在楞严经讲 哭久了 执着哭也是不好 流眼泪 偶尔感动一下可以 不过不要太感动 第三个 弟子在静坐时 无法观想佛像或莲花 那应该怎么办 那就注意在你的鼻尖这里 或是注意你的肚脐 你种子有肚子吧 摸一下 你种有鼻尖吧 鼻尖跟肚脐这两个地方 你可以专注在这里 放松就可以了 第四个 孩子很喜欢一些 危险性的活动 养狗养猫 我明知道 他明知道我不喜欢 却故意激怒我 怎么办 你应该修制他交换 把自己跟孩子的位置想 小孩子喜欢狗跟猫 可能他因为孤单 尤其现在新加坡 很多人都流行单身 又是贵族 有些人呢 结了婚也不生小孩 当这问题很复杂 有些人只有生一个小孩 所以越是一个小孩的人 你更要体谅 其实孩子是很孤单的 他为什么喜欢狗跟猫 有很多原因 因为他是希望你多陪他 你虽然很精进念佛 可是你却花了很少的时间 去陪你家的内宗未来佛 所以你多跟他沟通 我想他就不会作弄你吧 师父请问 刚才讲梦幻泡影 师父请问你叫我们 自己列一个最放不下的五个式子银 请问你自己最放不下什么 嗨瓜胡哦 父母吗 亲朋好友吗 你的佛寺吗 还是SBA吗 这个问题是我的秘密吧 哎呀 脸友很可爱 好 我可以告诉你 老实说 阿弥陀佛 父母啊 我不太会放不下 因为我从小就是很独立的人 然后我爸爸是军训教官 我妈妈从养教完我 所以我对我的家人呢 我很独立 我真的不会放不下 我关心我的妈妈跟家人 但是我不会执着她 举一个例子 我的妈妈很想念我 想念我的时候 我就送她普贤十大院 她呢 看到我呢 她就想念我的时候 她就在家里看 看完了就切掉 就出去shopping了 然后呢 再回来 想念我的时候就 所以呢 我就叫她 那现在我的妈妈呢 很喜欢念六支大明咒 观世音菩萨 所以爸爸妈妈 我比较不会放不下 亲朋好友呢 还好啊 我全世界各处旅行 我虽然认识很多的人 但是我会想念朋友 祝福她 但是我不会放不下她 为什么 担心也没有用啊 她有她的业啊 我有我的业啊 她来看我 我也很感谢 她不来看我 那也OK啊 那你说我放不下SBA吗 也不会 曾经也有学生问我 师父 那我们到处去参学啊 那你会不会担心我 我说不会 如果你们通通都跟其他的上师 或是上师师走的时候 SBA关门的时候 就是我闭关的时间到了 这不是讲好听话 我是真的 我都可以放下 但是当我看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禅修了很久 我有一个放不下 这是真的 对佛教的众生的责任 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 虚音老和尚讲 问渠为何不放下 苍生苦尽哪时修 我引这个例子不是说我很伟大 但是我想了 我真的放不下的是什么 我对佛法的责任 这个我会放不下 举一个例子 我在佛前受过梵网经菩萨戒 这个主题我曾经在海印古斯讲过 要出家人跟在家人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要延续三宝的责任 我们出家人没有工作 在家工作很辛苦 你们这么虔诚的顶礼 供养三宝 护持三宝 我们出家人要的东西也不多 食衣住行 比如饮食 衣服 卧具跟汤药 饮食 我们三餐吃得很简单 衣服 我们衣服也够了 卧具 床铺 一个岁也够了 汤药是指医药 在新加坡有很好的医疗制度 那我台湾也有中华民国的保险 所以我也每个月也有缴钱 所以我毕代老实说 我没有缺什么 所以希望各位脸有很好意 你要供养师父很好 但是你不要供养我太多 因为供养太多 我的胃肠受不了 但是我们出家人还有一个责任 就是要护持佛法 比如说不好意思 我已经四十三岁了 假如给我活八十岁的话 我一只脚真的已经踩到棺材里了 那我四十三岁 再给我二十年好不好 我六十三岁 那有一天我六十三岁的时候 当我越来越老的时候 请问我一生学了这么多的佛法 南传 北传 藏传 交给谁啊 这个是我的担忧的地方 这是真的 我也在想 我也天天在求佛菩萨 假如我这一生能够交出五个徒弟 或像十个徒弟 像新红法师这样的话 全世界红法的话 那我就对得起阿弥陀佛 我就可以走了 但是问题现在 师父很难找 徒弟更难找啊 所以我觉得你问我真话 师父也在佛前 也在大众跟上 我觉得我最放不下的是 我的责任没有了 这个会是让我执着的地方 但是现在我也比较不执着了 因为现在徒弟很难找 对不对 现在徒弟呢 你说 哎呀师父啊 现在的护法干部也问我 师父你来新加坡几个人来啊 我说一个人来 一个人来啊 我的奖金就我一个人吗 不然要几个人啊 他说师父你没有徒弟吗 对啊 Single and very poor but a little bit noble 对不对 对啊 我自己是平生啊 我真的是单身啊 我真的现在没有出家徒弟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不够好 可以去教人 做人家的师父 那当然也有人曾经来跟我 谈出家的问题 不过现在的出家 弟子不太一样啊 对不对 那请问呢 以前我们受的教育 都是要帮师父煮饭洗衣服 现在我有个徒弟啊 我帮他洗衣服啊 而且我还要煮饭给他 徒弟你今天心情愉快了吗 该吃饭了没有 是不是 实在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而且现在的徒弟呢 这个教育不一样 想法也不同啊 会跟师父啊 还要像contract一样 师父啊 我要电脑啊 我要这个啊 我要印表机啊 师父我出国还要你付钱啊 所以老师说 我放不下的是 我这一生受了菩萨界以后 我对众生能够做多少 这是真的 我承认 所以我用我的生命 每一次讲经的时候 我几乎真的用生命来做的讲义 为什么呢 这个讲义呢 可以流通全世界的 所以你问我 我会觉得说 那我现在若老了 我应该怎么样把我所学的佛法去教育下一代的人 这是我在努力跟发愿的 不过以我的经验来说 假如一个人跟我 不论在家出家都跟我学佛法 就算他很聪明 我还不算很聪明的人 老师跟你讲 我不是上等根性的人 我是中等根性的人 可是我很精进 I'm busy but I'm not lazy 我很忙 但是我并不懒 我真的很精进 对不对 我劝你们所学的佛法 我自己都会先念过 我是很精进的人 我的根性中等的 那以我这样根等根性 我出家21年 才能够帮助一点点的众生 所以我觉得 若是在家出家 要跟我学习佛法 我觉得你至少要用功啊 用功用功 15年到20年 那假如我现在50岁 收了一个徒弟 还要教一个起码20年 那我70岁 我才会安心让你去弘法 否则你说度众生 一个美女来 你头晕了就被众生度走了 是不是 所以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不要讲太多 回答你的问题 你说我放不下什么 放不下对众生的责任吧 不过现在呢 我放下比较多了 为什么 全世界弘扬佛法的人很多 所以我做多少就算多少 做不完 我就先去极乐世界 将来成愿再来继续做吧 就像我前几天说 我也有我的愿望 我很想见佛教育幼愿 可是你光有愿 要有很多的条件 但是我今生做不完 我来生成愿再来呢 大菩萨再来的时候 全世界各个都市 我都会见佛教育幼愿 这是我的愿心 好 下一个问题 师父 当你提到西方三圣的时候 你常常提到了很多 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好像你提的大势智菩萨比较少 请问你可以推荐哪些书 或是哪些website 或是相关的资料 让我了解大势智菩萨吗 可以 在《悲华经》里面 有介绍大势智菩萨 碑 慈碑的碑 华是莲花的花 《悲华经》里面有 介绍大势智菩萨 第二个你可以上网 再一个 好 请翻开89页 参考书目 本来是我结束的时候要说 因为你现在问我就讲 89页 第八行 有一个中华电子佛典学会 学会 简单叫Cβ 它有网站 你key in上面以后 选大藏经 大阵藏 然后你key in大势智菩萨 你就会找到全部相关 大势智菩萨的经文 这是最快速的 好 我尽量答 再来 师傅 请问供在佛桌上的阿弥陀佛 贴在上面的木板可以吗 答案是可以的 第二个问题 一个人入了佛门修净土 他读普贤行愿品 阿弥陀经佛号 超过持咒 超过四年 有一天你说 你在做梦当中 听到了大圆满法 跟地藏法门 过了不久 佛友就谈到这个法门 密宗的法门 就开始共修 同时之前的功课也在做 请问这样做可不可以呢 答案是可以的 你是正住双修 请各位翻开讲义 第九页 第九页 第十八行 正住双修 这位联友你问的问题 page 8 对不对 9 sorry page 9 第九页第十八行 正住双修 也就是说你可以正修 西方净土法门 住修 金刚称法门 大圆满 其实大圆满呢 就是阿弥陀佛 莲花生大事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那这位联友 不过我要提醒你 密宗虽然很殊胜 但是很复杂 但也要很小心 我还是建议你好好念 三十万遍跟一百万遍的六字大明咒 求观世音菩萨 让你找到多生多节 聚德宝上师 而是真的金刚上师 是跟你有缘的 不一定有缘 每一个人都跟高玛巴有缘 有些人会跟其他宁玛巴的 比方敦珠法王 顶沟法王 或是新加坡也有贝诺法王的中心 对不对 每一个人的缘深浅不同 所以我觉得你在选择密宗之前 先得忏除你的恶业 否则恶业显现的时候 是会碰到不好的善知识的 现在全世界 南传北传脏传都非常的兴盛 金刚圣也很兴盛 金刚圣是佛的正法 不要怀疑 但假的也很多 所以你要小心 下面一个师父 请问佛是究竟圆满的觉者 寿命是无量的 就如伟大的阿弥陀佛 但是弟子在送其他经典时 也看到说 这个佛的寿命是几万节等数字 那弟子顿根 不知道其他的含义 请你开示 听好 佛说法有方便说 有讲究竟说 事实上告诉你真话 所有的每一尊佛 成佛的时候 都是无量寿佛 因为成佛的时候 都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的 每一尊佛都是无量寿佛 释迦牟尼佛 也是无量寿佛 钥匙佛 也是无量寿佛 讲这个无量寿佛的意思 是讲他的本体 假如你金刚经来讲 体相用 体每一个人都是无量寿 你成佛的时候 你也是无量寿佛 但以体相用来讲 相就要看你显现的 有人显现的是西方 阿弥陀佛 有人显现的是东方 药师佛 那你将来成佛的时候 会有你报身的相 作用呢 那就要看你度众生 像释迦牟尼佛 在这里有正法 相法跟末法 末法一万年以后 佛就灭度了 可是你说零九三的释迦牟尼佛 在不在呢 他其实还是在的 所以你这个经文并不冲突 讲阿弥陀佛 他有几万节呢 那是对有缘的众生说 事实上西方极乐世界 真正是无量寿佛 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他自己发了愿 光明无量愿 寿命无量愿嘛 可是其他的佛 没有发这个愿啊 所以从于大愿亡的角度来讲 阿弥陀佛的的确确是 无量寿佛 所以你不要怀疑 下面一个问题 师父请问多词谱门品 药师经 地藏经 跟其他经咒 会障碍你往生 极乐世界的时间吗 答案不会 在第九页我都回答了 这张问题是第一天就给我 抱歉因为太忙 我没有注意到 所以读其他的大乘经典 是不会障碍的 他说你说了一句话 喜欢念多种大乘的经典 算是中毒吗 答案不是 听好 所有的大乘经典 都是佛说的 释迦牟尼佛过去为了求一记 或一句 都是舍身为虎的 所以你对任何的大乘经论 你都要应该深尊重心 假如你修这个法门 其他的经论呢 你也要留着给别人 不要毁谤 谤法是不好的 然后呢 你后来又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当时净土的经典 那其他的经论会被遗忘吗 答案不会 当你净土真正经典 通达的时候 其他的经你也会通达的 知道吗 所以你会这样子考虑 我想表示呢 你净土的经典没有好好的念 你好好的念一部经的时候 其他的经是会通达的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鼓励你好了 谢谢你这么问 我个人是先学华原经 净土五经 无量寿经跟华原经 华原经里面 我专读普贤行愿品 那久久华原 我也曾经闭关半年 全部念过 那华原经很殊胜 我刚开始跟法华经 比较没有缘 可是因为我一直读华原经 菩萱菩萨加持 最后我给我看到 升起欢喜心读法华经 所以这几年 我也在新加坡弘扬法华经 所以原它有深跟浅 有前跟后 但是台湾有一位比丘尼 很有趣 他闭关的时候 都是在念法华经 拜法华经 可是他在送法华经的时候 他法华经打开的时候 他在空中 就这样打开的经文的时候 他每天送 跟拜法华经 他看到经本上面 扶了两个字 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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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不可思议的 后来他才去读华言经 他就非常的欢喜 那这是什么 普贤菩萨加持他 也是多宝如来加持他 因为他先学法华经 其实华言经跟法华经 是相通的 中国有很多大乘经论 是相通的 所以你读一本经的 是通达的时候 其实很多经论都通达 就算无量寿经里面 下一次讲座里面 会讲很多深 比较深的 大乘菩萨道 跟空性的东西 其实你要去读 金刚经 般若经 乃至于大般若经 或大制度论 你才会看得懂的 所以你先不要排斥 不过至于呢 你自己的因缘 我觉得都可以 就像第九页来讲 不管你是正柱双修 诸法轮修 或摄仪法 一切法修 都可以 但不要忘了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下面一个问题 师父听说 十年能往生极乐净土 若是一位 非常精进的佛教徒 在临命中时 处在昏迷的状态 因为有很多人 曾经是这样 那请问 那还会念 阿弥陀佛佛号吗 请问如何克服呢 那简单地讲 假如你平常都很精进 然后临命中的时候 你还进入昏迷 那表示呢 你的恶业六分 你用功的功德力 只有四分 对不起 那就等来生吧 那有什么方法克服吗 有 忏悔 拜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院 宋五亮寿经 要很精进哦 念三千遍 五千遍 你肯念读诵大臣的时候 就会忏除业障 看一下 第八页 第八页 第十八行 我就跟你讲 忏除恶业 拜八十八佛 念十万遍大悲神咒 我专念一部经三五年 你就可以忏除业障 而且你常常跟阿弥陀佛 发愿说 希望我灵中无障碍 这样子的话 那依你修持的功德力 就可以往生极乐净土 那你会说 有很多人的经验呢 对不对 都是呢 灵命中的时候 我们帮他注念 可是他还是昏迷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能 对净土的信愿型 比较不明了 不一定清经文法 第二个 他虽然念 但是他念的功德力 并不很强 第三个 他虽然念佛 可是他的念力 没有办法 强服他的烦恼 所以虽然连有 帮他注念的 那还是没有办法往生 举个例子 我的外婆就没有往生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我的外婆 也是一贯道 她也念观世音菩萨 灵命中的时候呢 那她也就断气了 我也去帮她家 帮她 可是呢 因为她平常人缘 虽然很好 可是呢 家人的知见 意见很多 所以我帮她注念的 那两三天才很好 等我回到寺庙常住的时候 她断气了 可是断气的时候 很多人就帮她动身体 帮她换衣服 那是她的恶业 我打着电话 哭着我 求我家人 不要碰她的身体 可是她说 师父没办法 他们已经在做了 我很生气 我也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我住的地方很远 从台北是赶不回家乡去的 那就是她的恶业 所以她是在换衣服当中断气的 断气以后 我帮她做了49天的功德 我可以告诉你 她没有去极乐净土 但她也没有剁三恶道 她可能投胎来生做人了 可能来生呢 是在很多很多 我讲经的信徒当中 一个突然又看到我很欢喜的 因为我外婆也很疼我 但问题呢 是什么呢 因为呢 她若是剁三恶道的话 她会托梦给我 我是出家人 我可以帮她做功德 我帮她做了49天的功德 我可以帮她 生了49天的普贤行愿品 跟很多的经文 可是呢 我跟你讲 她没有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 并不是那么容易 最后我要告诉你 非难亦非易 不要把它想成很难 也不要想成很简单 看这里 我今天回答问题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做一个总结 其他的问题 我下个讲座再讲 看这里 佛法讲中道 有些人呢 把极乐净土讲得非常容易 一念到十念都往生 你看鹦鹉都往生 我们都没问题 但只是要珍藏你的信愿心 可是你若用从这次讲座的 敬业三福第八页开始 你一条一条检查自己 你会觉得往生 真的要很大的功德力 但是呢 也不要想 哎呀 另外一个极端 我业障很重 不可能往生的 我很丑陋的 我往生西方极乐是没希望的 也不要这样想 这两个都是极端 了解吗 你应该想中间 怎么想呢 我的确很丑陋 我很懈怠 Beezy and Lazy 可是我有佛性 我真的也想去极乐世界 那我好好用功 纵使下品下身去极乐世界 搭到最瘦一般船 我还是等你去了极乐世界 你应该要有这样的信愿心 临命中的时候呢 你也不要担心 阿弥陀佛有神通 所以临命中的时间 他也不会接错 所以你要真正的 一心一意的 就是度 我们中国话讲 置生死于度外 我今天要走了 就什么都放下 我就念佛 那万一 你业障现前的时候 你就叫家人或联友 帮你忏悔 在佛前帮你拜佛 忏悔或诵经 忏悔完了以后 我告诉你 你正念就会分明 答案是你的业力 所以你不要去恐惧 不要走两端 往生极乐世界很容易 你就随随便便修 往生极乐世界太难了 不可能 其实这两个都是错误的想法 我再举一个例子 以前多年前 我在我师父坐下 我们去帮一个联友祝念 他一生也读五量寿经 也护持老法师 功德力很大 可是当我们帮他 祝念的时候 他的确不念阿弥陀佛了 我师父去看他 我也跟着去看他 结果我师父很慈悲 说这是他的业力 来 家属请出家人 在寺庙里 帮他送三天的地藏经 回向给他 结果师父这么说 那个居室 全家都是老法师的弟子 他真的很虔诚的就做了 不在乎钱 我们全部都帮他跪着送地藏经 跪着送 从早到晚跪着送 上中下 然后念地藏菩萨圣号 就连续做了三天就回向 在一回向的时候 我们去看他 叫他 他就宏观满面地就念阿弥陀佛了 就念阿弥陀佛当中 继继继念念念一两天 阿弥陀佛就现前了 所以他就往生极乐进度了 所以灵中的障碍是有 说佛世界的众生 障碍就是本来很多 但是你要相信一句话 佛的力量一定大过于魔 佛的力量一定大过于你所造的恶业 只要你忏悔一定可以往生极乐进度的 好 今天就讲这座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再给我两分钟 请看幻灯片 我是非常的高兴 原因是因为本来去年12月要来的 那我自己障碍很多 不过我也很用功了三个月 所以我很高兴 一 我没有往生 我身体很健康 来到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很有福报的国家 南传 北传 藏传都非常兴盛 这几天你也看到有南传的法师来 今天有西藏的拉玛来 有大乘的法师来 所以我真心真心地说 要办一个法会是要很多很多的姻缘 我相信这是阿弥陀佛 光明无量是真正造到了 宽祭堂念佛社的 所以我很感恩三宝的护念 也感恩这个宽祭堂主席 还有正秘书长会长 红法部主任 他们为了这次法会 也就准备了半年 甚至他们也很慈悲地准备了晚餐 我都了解 甚至他们的义工里面 动员了一百多位 有些甚至是请假的 虽然这个环境上是小一点 不过他们也尽力地布置得很舒适 所以我希望我们以热力的掌声 感谢宽祭念佛堂 第二个我要感谢的是 新加坡的联友真的工作很辛苦 我能体谅 不来并不代表你不想学习佛法 我每天也花了很多时间会课 所以可以感受到你的真诚 跟求法的热忱 可是新加坡的联友 也有人是从头到尾就听到尾的 我从新加坡3月7号到 我从3月8号一直奖金会课到现在 也是将近快很长的时间 超过两个礼拜 因为新加坡联友都很精进 也很忙 所以新加坡的联友 也就是有头有尾没中间 那有头有尾没中间怎么办 那我们要热烈的掌声感谢录音组的 所有工作人员 没有他了 没有他的话 你就看不到DVD了 对不对 你也没办法复习 各位虽然听闻佛法很好耀 但是希望大家多谦卑一点 我自己听很多老和尚跟师父讲经 我都要听三遍跟十遍 可是很多联友常常一遍都没有听完 所以大会也很发心 动员了很多人力跟财力 将来这一套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完整的时候 我授权会让宽济念佛堂 全部的流通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感恩 很多很多的祝愿 然后呢 在这里也补充一下 这次因为讲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讲座 下一次我会继续讲 把剩下的愿文把它讲完 讲完我会讲 往生正因第二十四 跟三倍往生第二十五品 再来讲一切皆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作那篇文章 最后再讲为 元宏道居士里面 在西方和论里面讲 修持有十类 若时间还够 我还会讲一点点西藏的中音声 因为跟我们临终有关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录影带是真的很重要 希望大家可以复习 那在这个讲座里面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没有重复 我推荐一套 就是去年2008年6月 25号到30号 在新加坡佛教青年红法团 讲法华经第二品方便品 因为经文里面有提到念佛 所以我正式教过三种念佛 在座我想有一半的联友 也听过也有 那另外一半联友 你可能不知道 所以我建议明天开始 你可以去新加坡佛教青年红法团 请 对不起 我同意他们要有一点点工本费 因为我现在发觉 节元品太多 有些人不太会珍惜 何况现在经济真的很不景气 这都是十方共养的 所以我同意他呢 要拿一点点基本费 基本的工本费呢 将来会变成他们的红法基金 所以有空你可以去听这一套 多听了以后 下次你听我讲座 你会更懂 这是我一个建议 那为了满大家的愿 在门口呢 待会有七八十套 请各位不要用抢的 我知道有些联友有 或是一家人的话 你可以拿一套 但是有个缺点 他没有讲义 所以希望你流通法宝的时候 要完整 请你打电话 跟佛教青年红法团要 讲义是免费的 好不好 那将来呢 这一套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我会同意让 宽祭念佛堂流通 同时我也会转档上网 商业经社的网站 全世界人都可以听 对不对 所以我想感恩的同时呢 请看幻灯片 就是 最好的供养就是什么 医教奉行 我苦口婆心劝你 念普贤行愿品 劝你念阿弥陀佛 劝你修观想 希望你真的要用功 或者呢 你假假的 我也假假的 大家假假 以后我就不来了 其实我也挺忙的 知道吗 三宝加持有很多国家呢 请我去奖金 未来呢 我可能会身不由己 我也在发愿努力当中 我也在发愿努力当中 或许只要我不病 而且我健康 我答应了人呢 我半夜可以不睡觉 我还是会把讲义做好的 所以希望大家真正的珍惜 一个道场要成就弘法的姻缘 要很多很多的人力跟财力 所以最后我只有鼓励大家 精进精进再精进 下一次呢 讲座 大家知道时间吗 这里有写啊 请看一下 就是 下次讲座是4月16号 礼拜四 然后讲到22号 礼拜三 所以还有七天 我一定会把另外一半的 阿弥陀佛48大院给他讲完 所以两次呢 会非常的完整 其实我从2003年 第一次来新加坡 十大院王 我也是讲了两次 因为真正呢 48大院七天是讲不完的 不过谢谢大会的慈悲 愿意再办一次讲座 他们很辛苦的 还要请假 最后呢 我只有感谢 希望大家 西方极乐世界见 莲池海会 愿相逢 谢谢各位 好 我讲完话了 最后呢 是结束的最后一天 所以我们念发愿文吧 请念第六月 Page 6 好 我们先把心静下来 结束 今天我就不教禅修了 因为干部他们还有事情要报告 我们希望把这七天奖金的功德 为自己 为家人 为新加坡 以及为无量无边的众生 希望他呢 都能够早日听闻到佛法 文师修 界定会三学都增长 若他跟极乐净土有缘 希望他灵中没有障碍 一切往生极乐世界而成佛 所以第六页 我们一起念 不要急 慢慢来 请加上你观想 所有的众生就像坐着大宝莲花 全部往西方极乐世界 飞行 好 请一起念 愿我灵欲命中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即得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国已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尽无余 利乐一切众生界 彼佛众慧行清净 果实余圣灵花生 清度如来无量光 现前受我菩提祭 蒙彼如来受祭仪 化身无数百巨之 智力广大便十方 普利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旧境恒无尽 我此普贤疏甚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差 愿经理佛发愿 社长陈真介居士致谢辞 请 各位法师 各位嘉宾联友 今日观祭堂联佛社 荣幸能够 邀请到台湾著名 新红大法师 来讲 来开示 奥尼陀佛 事实不代言 一个星期 感恩师父 小弟代表 理事会 祭二分设议 承蒙各位 破空 来 聆听 如就在 不周的地方 请多多包含 代表 理事会 谢谢 大家最后 在商保 家庭下 祝各位身体健康 放肆如意 年年送送利利 小弟的华语不正 请多多 乖乖笑 请大家向 大家起来向 师父 三敬礼 先没关系 他说他是小弟 看起来很年轻 那我就变老翁了 好 没关系 好 那就谢谢主席 支持 谢谢 好 谢谢陈社长 大家请起立 合掌 向佛陀行三问训 一问训 再问训 三问训 感恩师父 把多年修行的心得 与我们分享 让我们再以虔诚 感恩的心 礼谢法师三问训 好 一问训 好 谢谢各位 莲持海会愿相逢 谢谢各位 谢谢师父 老妈 谢谢 谢谢 老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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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祈愿我等学佛精进 并记得4月16日的约会 祝愿各位福慧双修 六十几乡 阿弥陀佛 好 发言先请 谢谢 阿弥陀佛